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语言神,火神强度保证 新诺灵定微温夜等级 语言神,纳塔角色入持顺序 火神延期2.5 还有6位新角色未亮相 语言神,5.0纳塔卡词确定 夜兰惨遭被刺 纳塔队长被刀 有关纳塔角色入持顺序 5.0草大剑基尼奇加兵少女马拉尼 加4星的炎罗利卡奇纳 5.15星炎系单手剑 西诺宁加5星兵系工程女恰斯卡 5.25星风系弓箭欧洛伦 5.3星4星兵法少女倩特拉利 看来策划是挺急的 看得不错的女角色都压在5.3处完了 不过前几个版本火神波阿克 莫非是因为后半热度太低 把神挪到后半了 而且火锅前几个版本 一个火系角色都没有 只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了 不过将在5.1版本入持的 这位冰系粉发小姐姐 却引起了热议 不少玩家觉得 恰斯卡是隔壁黄泉改模的 也有玩家觉得 是苹果姐的费爱设计修改的 不过个人感觉 也就部分设计有些相似而已吧 有关原神2024音乐会宣传图一览 我纳美神降临 不过并没有国内场 估计是海外特供 场次也都是海外 不然国内应该也发了 有关404舅舅今天放出的重磅消息 队长确定不至机 法尔加团长和富人 目前都没有确定落地 后面将全是女卫星女主推 男角色基本路人待遇 虽然我只抽女 但我觉得美国最少也该出两个男物 女角色都是好消息 就看角色好看不好看吧 看台南希格文 龙西夫人 千知 你会喜欢 还有就是 什么说能把每个角色固定的屁连去掉就好了 也有玩家调侃说 风单女连发 流水不行 说明该狠狠出男角色呀 我支持集美诉求 狠狠出男角色 除了在PV中公布的这几位角色 其实策划还藏了不少人没放出来 比如平老老 少女 以及评价过那位的西巴拉克 这三位五星角色 此外 还有之前曝光过的风单哥特少女 猛的吸血鬼小男孩 虚迷的木乃伊少女 这三位新四星 也会在内塔版本入持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那位角色呢 关于水法少女玛拉尼的消息 她是前瞻彩蛋中 骑鲨鱼的少女 擅长普通攻击 并且拥有生命倍率 据一些高手透露 她的伤害比龙王还要高 不过我们只能将骑 视为一种有趣的图景 另外 维莱特的风单事件还未结束 很快就会被爆出金币 这对她来说 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 西诺宁目前的消息称 她是岩系大府 与万叶钟离的级别相当 喜欢关注游戏消息的玩家们都知道 在4.7上半版本时 就有提到那台岩系角色 将会迎来一个岩万叶级别的角色 大家一直以为是卡奇纳 但事实上 卡奇纳只是占定为四星角色 当西诺宁登场的那一刻 玩家们才意识到 她才是那个角色 希望她能够将岩系 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 当兵系弓箭角色 恰斯卡首次亮相时 许多玩家都感觉她看起来很眼熟 不久之后 一位大佬扒出了一张图片 这张图让恰斯卡一炮走红 这张图片是从克洛琳德的废稿中找到的 她展示了一个紫色外观的角色 而现在看起来 似乎就是恰斯卡的改版草稿 许多粉丝表示 如果恰斯卡的外观 真的像这张紫色草稿图那样 他们愿意购买艾莉莉艾的那张紫色草稿图的实装版本 火神马威卡是一位使用大剑的角色 在玩家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很多玩家认为大剑角色在游戏中并不受欢迎 甚至导致了一些玩家离开游戏 因此 玩家们寄望于火神马威卡能够改变这种刻板印象 为大剑角色带来新的活力和吸引力 他们期待马威卡能够在游戏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从而吸引更多的玩家留在游戏中 最后 关于火神马威卡 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 我们可以得知 他在七神中拥有相当强大的实力 除此之外 他还与仆人 海森 以及纳维莱特一样 拥有独特的眼神 就无疑增添了他的神秘和强大气息 因此 可以确定的是 火神马威卡 绝对不会是一个洛卡 原神 5.0卡池确定 叶兰惨遭被刺 纳塔队长被刀 各位元宝们 今天又有哪些令人兴奋的消息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都有 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5.0卡池确定 根据内鬼的最新爆料 5.0版本的卡池已经确定 上半部分将有深鹤或新兵法角色登场 下半部分则是草大剑少年和钟离 5.0版本可能会开启混池将甘雨放入其中 与深鹤一起up 这无疑是对兵C角色的加强 钟离主要面向新人草大剑少年的强度不容小觑 否则不会与钟离专武一起up 不过 这样的安排确实让人敢不满愚人重心料 愚人重的派系划分复杂有过程派和结果派 激进派和保守派等 仆仁和博士在某些方面上思想都很激进 队长为了保护提瓦特与纳塔主线的周本同归于尽 这一战充分体现了队长的实力和舍己为人的品德 队长出门会满意剧情的 尽管队长已经无法进入卡池 全体执行官似乎都要经历一次死亡 光子散兵女士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夜兰复刻 4.8版本必须复刻夜兰的原因已经明确 夜兰又抢在下一位水汽大C前up 策划明白这是最后的爆米机会 但具体能出多少就不好说了 推测这是夜兰最后一次进up池 再见就是6 X版本的离乐混池了 申鹤和莱欧大概率一起up 由于5.0有两位新角色而终离占一个复刻位 所以申来最早要5月1日 甘雨毕竟离乐混池 推测时间5.1到5.2配合周年庆 那塔新少年角色 那塔新少年角色 从PV到实际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阳光少年变成了死于眼异欲男 眼珠设计和发带压眼 让玩家有种网恋奔现的失望感 虽然角色的衣服设计出彩 但希望策划最后能庸化下时